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30日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蒋文杰 首先要带你来看到的是 花莲县政府在2018年7月 推动社区基层卫生所及长照健康照护智慧化计划 那么在全县市设置57处的社区照护服务据点 还有10处的健康体验据点 并搭配13处的社区的长照分站和智慧诊间 串联智慧化照护生活圈 而经过两年的时间 已经在县内照顾了19万5千人 而在30日则在县府举行成果发表会 花莲县府推动社区基层卫生所 及长照健康智慧化计划 至2018年7月起 在全县设立57处社区照护服务据点 13处社区据点长照分站 13处智慧诊间 10处健康体验据点 在经济部工业局 耗星公司 中华电信及真贸公司等 补助办理 携手合作下 透过通讯科技的运用 提升智慧医疗及照护产业能量 两年时间共计服务达19万5千人次 我们这个计划为期两年 其实也是希望让我们的长者 知道智慧就在我们身边 我们随时取得到 用得到 感受得到 我们当然希望这个方案能够长长久久 在嫁接在5G身上 我们再往前推进 而且面把它放得更深更广 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到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我们工业局跟我们三家企业 来协助我们花莲县 建制这智慧诊间 跟这个智慧长导据点 让我们的 所有的在里面老大人 或是看诊的人都能够帮助 我想刚才主持人说 这毕业典礼不错 这不是一个结束 而这是一个开始 那我相信我们会 做得更好 做得更先进 因为现在5G的时代来到了 我相信有更多更多的 5G的设施进到我们的整个系统之后 会对我们所有的老人家 有更多更多的帮助 卫生局长朱家翔表示 计划的结束是下个任务的开始 未来5G时代将会持续透过 智慧化科技与大数据技术 建构社区服务据点管理系统 整合民众个人健康账户 招专人员访视平台与APP 计划连线智慧健康资料库 参与补助计划的耗星公司 也捐赠了血压剂与耳温枪各50台 期盼未来能持续尽分心力 并提供更多在地化服务 记者讲方言华联士报导 好 对